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什么呢 全球的天灾肆虐 到处都是汪洋一片 要不然就是刚好 我们来看一下悲剧发生在中国 到处洪灾 经济直直坠 通膨报表穷国大动乱 好 那到底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呢 台湾看起来每天下午的时间 也会下暴雨 昨天居然在屏东下起大冰暴 而且那个狂风好像吹到 七八级的阵风 大家都吓坏了 那个打雷的速度 还有闪电的速度 大家是惊心动魄 不只是中国大陆 不只是台湾 也有下暴雷的情况 很多国家几乎都有了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中国今年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而且他连续的三年饱受洪灾之苦 然后经济到底要变成怎么样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中美货贸战开始 接着下来这几年的时间 剩下最后这两年 我们就要从八百更运 到了九指火运 到了九指火运 这个八百更运不是跟土地有关吗 跟土石有关吗 好 所以大暴雷大暴雨的情况之下 现在我先预测一下 农历6月明天6月1号开始以后 恐怕是双胎效应 台风一定会来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环太平洋的国家 包括菲律宾 台湾 日本 以及中国大陆的沿海 广州一带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可能连香港都要小心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中国南方洪水泛滥 2022年5月以来 中国南方的广东 广西 江西 福建 湖南 江 等多个省份暴雨呈灾 虽然夏季的洪水在中国南方 是司空见惯 但今年洪水又比往年更加严重 光是广东的官方数据 就已经有近50万人受灾 没有房子住了 倒塌房屋是1700多间 20万人被紧急转移撤离 初步估计至少损失17亿人民币 台币大概75亿元 光是广东的官方数据就这样子 广东英德市大片区域浸泡在洪水中 一些地方已淹至三楼 水位一度高达34.57公尺 当地居民透露 洪灾也包含了政府泄洪等因素 而水已经淹了三天 洪水已经淹了三天 居民人苦苦等不到政府的资源 那到底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幼图呢 网友发布淹水前后的比较图 看到了没有 本来这么漂亮的地方 现在是这样子汪洋一片 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 看到没有今天是这样 根本连这个都看不到啦 整个都是淹没啦 然后连续好几天都是这个样子 来继续看下去 好我们来看一下 此外江西上饶等地 近日也发生了官方泄洪不通知 导致下游受灾严重 甚至有人被冲走的惨剧 我相信死亡人数还会继续攀升 中国南方多省份洪灾陈化 好我不是讲过吗 这个月呢南方是什么五黄煞月 就是在丙五月嘛 那丙五月刚好在正南方 所以在马的位置嘛 那是不是正南呢 刚好是正南 所以呢看到南极附近的什么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吗 还没完没了 昨天还轰的更严重了 好那除了这些以外呢 南部城其他国家就没有轰 当然有了这冲击有多大 我们再来看下去 那这么多的省份呢 洪灾成患 看到没有整个水淹几层楼高 吓死这个大概都快看到屋顶了 这简直就是在屋顶 看到了没有 如果这个是一层楼 是不是全部没了 听说是淹了三层楼高 大概三层楼高 来我们再看 中国北方高温热浪 好北方北方 另一方面呢 中国长江以北部分呢 省市却出现异常的高温 那很多地区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因为天气太热了 北京某百货商店面前 甚至发生呢 汽车在行驶途中就起火燃烧的事故 还有呢 停在呢 旁边路旁的很多地区呢 汽车都自己燃烧起来了 自然的现象 好奇奇不止一奇 尤其是什么电动车 受不了这样的高温呢 就爆炸起火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河南以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 其中焦座山山阳区呢 气温高达43.3度 郑州则是42.3度 地表温度一度高达74.1度C 能走路吗 走三路上就烤焦了 惨 真的惨 苦笑了 受灾户很多 我们还是要同理心同悲心 其实如果今天发生在台湾 台湾也很惨 对不对发生在其他 如果发生在美国 美国也不是嘛 火烧山一大堆 逃的逃死的死了 对不对 房子房舍也都被烧完了 所以我们要同意心 你们在下方可以留言 但请大家不要塌华 好不好 谢谢你们 好不少网友纷纷回应 郑州的体育感就像炒菜时 胳膊悬在炒锅上翻炒菜品的感受 不止40度 手机在包里面几个小时 提示温度过高不能用 温度过高手机已经快要爆炸了 我相信如果他是拿到包包外面的话 肯定会爆炸 那个里面的电池搞不好就爆炸 好我们来看一下 此外有网友做出实现 当蚂蚁爬行在太阳晒过的地面爬行 不到三秒钟就被热死了 123 蚂蚁挂了 然后不少人也贴出家中 玻璃因为承受不了高温而破裂的画面 只见玻璃碎成密密麻麻的纹路 接着下一秒就碎落一地 看到了没有 整个好像被石头砸到 还是重疾 整个被重疾一样整个破裂 然后一下子就全部都碎掉了 整个都变成碎玻璃 看到了没有 全部都变成碎玻璃 所以这个高温很可怕 记得去年2021年 2020年的时候 我曾经讲解过 就是美国加拿大的高温 也很可怕 他们的高温到几度 你知道吗 萨典阿拉伯到70度 然后 加拿大的高温到了45度 50度左右 50度 那个整个森林都自己燃烧起来了 根本你不用去点火 大白天 就整片山林就烧了 玫瑰一样 到的是七八度 真是可怕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好 如果像这种情况 破裂的画面 只见玻璃碎成密密麻麻的纹路 就一秒就落地了 也有河南网民分享 当地水里马路铺在之爆裂 以及马路上的沥青融化的情景 我相信大家 我记得我小时候 以前的马路没有铺的这么好 那我们去上学的途中 夏天 去上学的途中 以前很多人是带着斗笠 在农田工作 对不对 那个斗笠 用炒做的斗笠 那我看到很多农民 他们穿的草鞋 根本就会冒烟 就是烧起来了 吓死了 在中午的时间真可怕 你知道炒鞋冒烟你看过那种吗 鞋子着火了 来接下来 在台湾 那中国官方经济专家估算 极端天气使中国每年的GDP 减少最少3% 去年2021年 中国洪灾造成了250亿美元的损失 仅次于欧洲全球第二大洪灾相关损失 去年德国看到没有 整个山区最美的地方 拍咖啡的地方 想想那个地方真美 现在全部满目疮痍 整个城市都毁了 然后洪灾土石流 漂亮的房子也都没了 你就不要说海岸边河岸边 会变成怎么样 那个核政条就是改道了 好那是德国 接着下来我们看 中国总理李克强警告说 洪水和热浪将影响水稻 那水稻的生产 我一直在强调 今年不管是热浪也好 或者是洪灾也好 一定会使粮食前产很多 然后蔬菜及猪肉的产量 并推高通货膨胀 这是全球的梦魇 好我相信接着下来 2022年2023年 一定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饿死的人很多 没有饭吃的人很多 尤其是穷的国家 都要宣告破产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们 他们破产在什么地方 请你们要看到玩哦 可以在下方留言 来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国 也是导致气候变化的 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 环保人士请告 如果不详细规划 这个峰值大小的设定一个绝对上限 中国的碳排放量 2030年之前基本上会持续增长 好这次G7的高峰会 有七个国家在德国开演三天的时间 从262728到今天结束 他们也讲到气候变迁的问题 但问题是 大家现在还继续在买煤 因为没有石油 抵制俄罗斯的石油出口 所以欧洲国家根本没有石油 台湾跟俄罗斯也买了20%的煤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用锋利花电 现在这两天 好了行政院已经开始发布命令 确定了 我不知道立法院有没有通过这个法案 应该会通过 因为现在是 政府打算帮企业加电费15% 企业都全部跳脚了 跳脚了 抓狂 为什么 15% 你本来1万块要变成1万1500 那10万块是多少 加15个percent是加 变成11万5千 1万55个percent 如果是100万的话 加15万 每个月 请问大家受得了吗 好那转嫁在谁身上 这些产品 全部又转嫁在百姓身上 你知道 那个面 方便面 一包 还要再涨价 50块还要再涨价 为什么 因为橄榄油少了 糖少了 然后很多什么东西都少了 少了以后它里面要加很多的这些东西 结果少了以后 是不是原物料少了以后 不管是粮食的原物料 或者工厂需要的原物料 全部都少了 少了以后会变成怎样 请问大家 那肯定要转嫁在消费者身上 所以想想看 那以14亿人口的中国来讲的话 会是多么凄惨的岁月 好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 那中国气象局警告呢 中国的极端天气跟气候灾害 变得更加频繁严重跟普遍 更惨 看到没有那些烟囱 看到这些烟囱 台湾也有啊 你不要笑别人 我们台湾也有 其他国家也有啊 对不对 难道其他国家没有吗 那日本最多的就是什么 核电厂 那你说不启动核电厂 核电厂最多的是日本 好 那美国到底有几座核电厂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也没有去数他 真正核电厂有多少 来接下来 好 我想呢接着下来 我先讲一下 像这种情况的话 来 最恐怖的是 中国的这个 村镇银行爆雷了 挤兑风暴蔓延 从20号以后呢 河南安徽的村镇银行 从今年的4月起传出爆雷 很多厨户呢 表示存款一夜消失 不仅银行被给出交代 甚至还透过健康马转红 需强制隔离的方式 阻止民众呢 维权抗议 随着事件越演越烈 民众对金融机构信心大减 挤兑槽甚至从河南蔓延到 这个辽宁的丹东 现在很多银行 尤其是农民银行 在乡下的农民银行 几乎都在急爆了 好 综合的入媒报导呢 河南许昌市的农商行旗下的 这个宇宙新民生村镇的银行 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 上菜汇明村镇银行 然后拓城黄淮村镇银行 以及两家持股各达40%的 安徽墨县新淮河的村镇银行 而安徽故镇新淮河村镇银行 在4月先后出现存户无法提款 也无法线上赚账的问题 想想看有多少 算一算大概10个银行 吓死了 面对民众投诉 大陆银行银保监会 在4月曾公布 这几家村镇银行的大股东 河南新财富集团 利用第三方平台或通过资金前客 吸收公众的资金 涉嫌违反犯罪 金额高达近人民币400亿元 目前公安机关正在侦查当中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重大的事件发生 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粮食缺少 然后通膨加剧 银行挤兑 中国大陆今年真是货不担心 好 事件延烧多日 非但调查没新进展 官方也没有说明 储户消失的存款该如何解决 甚至透过健康马转红的方式 阻止存货前往郑州维权申诉 就连不在河南的储物也遭遇 健康马转红的情况 民众质疑是公权机构官官相互 不管是如何 我相信因为怕动乱 那因为急暴银行一定会动乱 那因为怕动乱 我想像这样的强权国家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样的强权国家 它一定有一些方式 阻止民众更大的暴动 那随着事件在网路上的声量发烧 官方出面回应 这起暴雷事件 归咎于河南新财富集团 然后该集团背后实控人 吕毅2011年起涉嫌利用 村镇银行吸金 然后呢目前该人已逃往美国 那中国跟美国没有邦交 怎么样引入回国呢 来 不过呢官方非议显然无法 挽救民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 民众忧心自己的血案权 一夕蒸发不见 河南等地先后爆发挤兑草 几乎呢所有的提款 就是我们可以去提款机的提款机 全部都被挤兑空空的 要想再去银行拿钱 有困难度 另外的话呢 辽宁丹东的银行业呢 同样出现挤兑情况 那主要是因为呢 丹东一江之隔的北韩传出疫情大警报 当地民众忧心恐将升级封控 那或遇到封城情况 赶紧到金融机构提款 几乎每家银行都有长长的排队人笼 同样引起了热议 炸锅啦 现在呢 现在炸锅了 那这种情况除了中国以外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你知道印度也大洪灾吗 印度有一边是在热浪 一边在大洪灾吗 那印度的大洪灾呢 现在呢 印度外海的岛国 斯里兰卡受到疫情的影响 经济受到强烈的动荡 面临人道灾难 我告诉各位 印度更严重 印度隔壁的那个国家呢 两个加起来呢 我昨天你们看影片吧 我昨天已经报告过了 900万人 无家可归 现在呢 连斯里兰卡呢 面临人道灾难以外呢 加上中国一带一路的债务呢 有经济学者忧虑呢 如果通膨日益加剧的话呢 民生物价持续飙升 国库入不敷出 2022年恐彻底破产 斯里兰卡会破产啦 好 那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 斯里兰卡的政府呢 面临崩溃 除了疫情的直接影响 和当地旅游业损失惨重 因为大家都在封国嘛 不准出国 台湾现在还暂时 除了旅游业开始蠢蠢欲动了 但是日本 像日本他不接受团的进出嘛 所以呢 也很多人炸锅啦 那问题是你出去了以后呢 万一这些人染疫 他要留在当地的话呢 旅游团又怎么处理呢 那钱谁来付呢 那你的保险又是谁 怎么样的处理呢 因为跟旅游团出去会有保险嘛 那有保险的情况之下呢 想想看喔 这种情况我们也是要小心喔 好 那旅行社到底担负多少 这种高度的危机风险呢 大家要小心啊 真的 那保险公司现在呢 一张保单500块 大家呢 金若寒蝉不敢再保啦 所以呢 台湾买不到这种什么 疫苗的保单了 那除了这样 那如果旅游保单 他也不太愿意开放太多的话 那是不是也会让很多旅游团出现 回来以后出现呢 每天进法院去打官司 恐怕就是法院很忙啊 不是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目前新冠事内全球企 已经生活有多少个时百千万十万 下死个时百千万十万 已经有五百万人了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相当于五年内消弭消除贫困的进展 五百万人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恐怕也不止 应该五百万人以上 为什么非洲国家 还有其他的国家呢 还有很多国家 你要知道 此外呢 斯里兰卡也是呢 在中国呢 一带一路的债务很多 那原来已经欠中国债务有五十亿美元 那去年又因财政的困窘呢 再向中国再借十亿美元 总共欠了中国六十亿美元 所以呢 外汇存抵创下十年的新低 这是斯里兰卡 那第二个呢 来 对全球经济都产生剧烈的冲击 开始呢 你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美国 因为现在美国经济已经 濒临崩溃边缘 好不到哪里去啊 所以呢 你看呢 俄欧战争呢 美国不断的在军援乌克兰以外呢 还不断的印钞 现在不断的升息 但升息呢 升了几码呢 六月份升三码 五月份升两码 接着下来七月份还要再升几码 下半年可能还要再升七到八码 请问一下 那有意志通膨吗 并没有 今天你在波安玛买东西 最便宜的地方 今天 上个礼拜三点九九 这个礼拜呢七点九九 下时间涨八 我的美国朋友跟我讲说 怕死人啊 还有我们美国亲戚也告诉我说 哇吓死 隔天就涨价 隔天就涨价 涨到大家都快疯了 好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有一个国家已经在疫情中 默默倒了下去 这个国家就是阿根廷 去过阿根廷吗 我去过一次阿根廷 告诉各位阿根廷是一个 已经倒了 进行债务重整了 目前阿根廷正在进行债务重整 阿根廷的经济已经进入了 假设有外部信贷的计划 因为阿根廷已经没有任何能力 去偿还债务 好你印钞没有用啊 因为你没有生产力啊 GDP没有成长嘛 没有办法有GDP的时候呢 所有的百姓呢都跟着穷到没饭吃 另外一个更可怕的 吃泥饼的国家海地 大家知道吗 海地不是都在吃泥饼吗 海地你觉得海地会好吗 海地肯定也要宣布破产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目前美国的外债高达上千亿美元 依旧没有进入崩溃阶段 那么究竟是多少债务 让阿根廷一个独立的国家就破产了 来我告诉各位 600亿美元就破产了 600亿 600亿就破产了 所以阿根廷的海外债务 有662.38亿美元 比美国低很多 但是阿根廷已经无力承受 所以阿根廷的经济部 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外债 这种情况的话 不是这些大国而已 是小国全部都快挂蛋了 死得很难看 百姓要怎么过日子 连政府单位都发不出钱 公务员都没有钱生活之下 大家搞XXX 没有 大家要怎么样自救 对不对 恶物冲突风险外溢的多米诺 骨牌效应开始扩散 除了欧洲民众纷纷上街抗议 物价上涨以外 已经陆续有小国率先抗不住了 黎巴嫩政府今天宣布国家破产 黎巴嫩宣布国家破产 然后黎巴嫩的政府总理 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我们的洋行跟政府 已经处于事实上的破产状况 那沙德在声明中表示 损失将分摊给国家 黎巴嫩银行 银行和储户 好 连储户都要分摊 国家破产的倒霉鬼 你钱存在银行 那因为要分摊给银行 所以你是存在 你钱存在 代表你有点钱嘛 所以你也要倒霉了 你知道吗 那黎巴嫩已经遭受 两年多来的危机 现在是最严重的经济崩溃之一 2019年就开始了 这个黎巴嫩 以后我们再讲讲这些 崩溃边缘的国家 到底还有哪些呢 好 我们先讲一下 暗联贸易 2022年全球破产 绿增10%以上 以上 听清楚 那就说100个国家里面 可能有10个国家破产 好 那全球有多少个国家呢 两三百个国家 那代表有几个国家破产 最少二三十个国家破产 听懂了 10%以上 那这个安联贸易 已经开始讲了全球 他5月19号发表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看呢 安联贸易今年2月 企业破产数量反弹 增幅接近疫情前的水平 好 那恶物战争跟中国风控大大恶化了 企业的风险平衡 知道上海的封城跟北京 这两个中国的地方 光是上海损失多少亿美元 你们知道吗 好几千亿人民币 几千亿人民币 封了快两个月 大家都发疯了 我所有的朋友同学 他们在上海开的工产公司 几乎都要崩溃 都要崩溃了 好 所以呢企业呢 他们在整个的全球破产率 将增加10% 2023年将增加到14% 大家不要开心啊 真的 怎么样努力工作最重要啊 不要想说我要放假放假 好吧你就放假 你就没饭吃 我告诉你 接着下来很多企业会裁员的 我要告诉各位 一定会裁员 因为呢 公司没办法赚钱 店面没办法赚钱 好 很多产业跟着就崩溃 所以我们现在与病毒共存的原因在哪里 台湾已经死了五六千人 五千多个人 那还有一些人呢 就这样病死的 不要说是疫情死的 反正死了一年啊 这一两个月就死了几千人 从四月到现在六月 两个多月 死了五千人了 好 那供应链长期中断到原材料成本呢 高价 还有能源人力的短缺 不仅如此呢 随着全球通膨飙升的 加速货币的紧缩 企业们将在面临更高的融资成本 在此背景下呢 安年贸易预计2022年的全球公司破产率将增加到10%以上 2023年增加到14%以上 相较之下呢 2021年还只是12%而已 所以我们已经恢复到2021年那个破产边缘的12%了 不过呢下半年我相信不止14%了 如果呢全球现在没有 不过欧美现在因为整个都大开放 大开放以后呢 比如说他们旅游业就开始兴盛起来 然后还有一些shopping的行业啦 比如说吃饭餐厅啊 饭店啊住宿啊 这些都开始比较兴旺一点了 那台湾最近也在磨刀祸祸祸 因为要开放国外进来的那些旅游团嘛 所以呢 最近台湾呢这个光是在旅游业这个部分呢 好像有增加了1000多家的那个民宿 还有小饭店要开放 那但是呢有这么多人会来吗 现在我们还是被美国呢警告成为 第二级的警戒呢 第三级警戒就叫你不要去了 第二级警戒是代表商务人士可以啦 其他人就是不要啦 对不对 我们美国我们被美国在六月中旬以后 一直开一直在希望呢 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跟美国有像一样 这样他们死那么多人 然后疫情这么严重 好像我们台湾也没有说不能到美国去 但是我们台湾因为地狱性比较小 那死亡人数很多 然后加上呢每天呢 现在昨天最庆幸的是已经到3万多了 死亡已经没有在100人以上 算是最庆幸的一天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那所以呢企业就国际的情势呢 需要有三点任性 首先就是可以流动的资金 现金可以要增加 那全球上市公司的总流量 比2019年高出30% 再来就是欧洲的脆弱 公司数量仍然很低 根据2021年的盈利能力呢 资本水平和常债 对备负率来看呢 未来四年可能发生违约的几率 会稍微小一点呢 不过呢我觉得意大利跟法国呢 还是要小心 最后呢则是到2022年的第一季的 这个来看的话 上市公司已经能不能 他会转嫁在很多的商品销售上 现在就是这样子 欧美都是转嫁在商品销售 台湾也一样 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企业破产数量呢 应该在今年 虽然不太会有明显的增加 但是明年恐怕还会再继续增加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我想呢如果你是一个企业主 小老板 你现在保有的资金能量呢 量能一定要够 那很多人在卖房子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呢要备账 这个备账呢时间会拉的比较长 就是我们的企业备账时间 要拉的比较长 那既然要备账的话 是不是资金要够呢 如果你的薪水发不出来 那就肯定呢公司要濒临破产边缘 好一旦薪水发不出来 房租发不出来 没有办法缴 加上呢你可能呢 现有的贷款压力 我相信很多老板会撑不下去的 好我想今天跟大家 如果说能够要更好的话呢 就是大家更要努力付出 在工作职场上面呢 创造一个新的一个量能出来 否则的话 2022年的下半年 走地支运恐怕要更惨 为什么 六月七月我先讲一下 农地的六月跟七月 绝对不会太好 巨门化季暗藏潜伏的危机非常多 而且呢是汇合到了在洋的位置 也正还在南方 南方的五黄煞还没有办法解决 巨门化季是什么 病灾还是会很多 现在台湾全世界有40个国家 将近40个国家有猴斗 所以呢它潜伏起来蛮长 所以这个病灾还是要小心 那最近呢 因为呢整个的原油 还有石油都继续在疯涨 所以呢到底 人类怎么样应付这个变局的世界呢 请大家好好的努力一下吧 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以外呢 当然健康最重要了 有点钱不要存在一个银行里面喔 记得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开启订阅 按下小铃铛祝福你们平安健康 发大财 拜拜 2 3 4 5 6 5 6 7 8 2 5 8